第二次的比赛 我们是第一次的比赛 我们是第一次的比赛 第四人全是分数 收分了兄弟 啊 啊 啊 这么晃的船上 我看DT 就得 猜一下巨幅的位置 到底在哪里登陆 会在哪里驻扎 是的 那边 实际上是给了这种信息 海边有一个人登岛 先把他解决 林甲直播 反正从上个镜头看下来 这林甲直播死尽 这面 小鹏 吃雷了 拉上来 一梭子没给他摁死 再补一梭子完鹏 他可真是个 maybe 这个人 哎 今天怎么感觉 MC的 一直都跟别人 说 哎 小延期 那有个感觉 学员就不吃很多了 哦 哇 木兹李 可 PCL唯一里哥 好吧 PCL唯一里哥 也打两人 而另一边 残荷这边要出手了 这波是要把分骨数给拿下了 才能救小鹏 那小鹏雪狼太残了 即便是一岛感觉很难救了 哎呀 这救不了不行 就算了吧 让他好好看好好学 看看你里哥是怎么打的 哇就行了 Summer也是对过 Summer拿连军队的 哦他应该是帮忙 他是帮坦克还差近点 对对对 坦克是 这边是勾了一波 是坦克没倒 股子里 坦克倒了 吓倒了 李哥 李哥这波 压了一丝鞋 有点远 对 我还得是你李哥 这波打了三个 还是四个 三个三个 Summer一个 确实我觉得状态不好的时候 确实是需要去休息 去调整一下的 DGC还没有 他还没有去考虑 然后都GFY都来了 GFY我不是都猜 DGC应该早就走了 会不会是 DGC刚准备走 GFY来了呢 被GFY发现了 对啊就说明DGC走得很晚很晚 你想GFY从哪里过来的 被蓝圈电倒了 这个手雷应该是没拔刷的 直接过来二号位开移 我感觉 911有点想太多了 一个手雷高兴应该也要被蓝圈带倒 一次选 他这打赢了 能救能救 是的 打赢之后还是被蓝圈电倒 不过还行能救啊 可以 下次说话说完 把我整弄了 问题不大啊 现在正面是第一个SMS 我我其实我呃 被蓝圈的两岁5 这个打的挺惨烈的 你补我也补 哎 血量 差不多差不多 因为他也抱人家头 就苏九这边也打的是 一个私底的最好的时间了 就看他换完位置之后 有没有什么效果 那还是很难 就是 SMS它是有选择权 我可以不亲你 我可以是一个独狼 你必须要找机会跟我换分 只要我不上头 我不出来找人 其实这个问题也不是很大 Pero去冲 天路了 嗯是的 天路比较快一点点 我看了一下天路比较快一丢丢 那应该就要走了 对Pero来说这不是雪 可是我还忘了 啊 这什么情况啊 扛走吧扛走吧 因为他是路上 我的妈呀 这是什么 击乎这个凡打 哈哈 这个 对这桥头都很 都很惨烈 哎 奶奶被打了一丝血之后 这个血量是来不及打上来啊 蓝圈垫倒了 被友在旁边能救 这边MCC打得很主动 要选择换分 慕斯里 哇呀 真准啊 慕斯里 就一枪头 再往前里有一颗雷 奶奶刚扶起来 血量也不错 远了 没有时间打药 哦 其实慕斯里基本上打了两个 因为两个就是 迷命和奶奶都是一丝血 可惜了第一个没倒 嗯 雪魔是 打掉了迷命 是的 哦 雪魔有补枪 啊 就是有帮忙 就是那个什么 是的 打一下什么 我是看这个纪念对枪 这个血条上的也太快了 雪魔在远点是抽抽抽的吧 哦 怪不得 最后 我是把慕斯里的分数给拿下 这雷 应该没雷了吧 应该没有了 看已经撤了 已经撤了 没有雷了 没有雷了 挺过了这段艰难的岁月 而且天路我觉得即便是再有雷 要稍微的冷静一下 你再往前走 就是个干拉范围 就很容易会知道远点枪线的 都不行 没有必要 而另一边 我黑中是把池子补了 把小铃围打倒 这感觉是路过非常顺便的事情 就这么结束了 嗯 而另一边CDG 天霸是直接要撞击CDG防御区 无微是放早了推起腰 已经锁定在一楼的位置 是的 这两个 这两个区打架的话 会给到全亚兵悟空一个 劝战的机会 悟空现在是靠双腿在腿 好 另一边我们看到 右上的一波刷屏 CDG在最终 最终防守战当中 应该是 取得非常大的领先优势 对 反正推销一个人 一低息 你觉得连打逮捕 哇呀 王少少好惨啊 没人 兄弟 补销补销 不想补得有点慢了 太肉没了 八六这个停的位置 就很 这个怎么停的呀 这个车你得稍微横一下 你得就是把这个车子 你得围起来 这个车没停好 说实话 悟空在南部的海岸边上 他腿了很久 本来那波天霸跟CDG打轴的时候 他们是有想法 但是由于这个CDG打得太快了 所以悟空觉得这波要腿的话 因为大片这个空地不好跑 结束了 我估计是烟雾用完了 3MT怎么会先拉过来呢 CDG在边缘 这不要顶吗 已经没办法了 手雷太多 这个位置只能再随机放弃 我还记得这波不能支援 这个位置是扶不了的 我发现了WLG的主 但是你一个人过来 你只要倒再反倒了 就都救不了 这个烟雷独王出手 独王不准 打了两个 死磨CC CDG遭受到重创 看头会不会被K K了一个 K了一个 悟空 皮肯男 K了一个 对对对对 小时期 这波应该是等救了呀 这样的话 CDG被打灭了 绕到了悟空侧 但是 还打了一个 但是再往前拉的话 就要知道防区枪线 南南已经被打倒 确实 17队叫17的话 你就叫他叫17队 这样有点虚估 对 确实 火梁倒了 后面已经来到了雷的浮射范围当中 白龙马这个位置 连续受到手榴伤害 顶不住 后续后点队友能帮忙吗 踩高点 中边已经顶到正面 先补分 是的 这两个人还没有完全挖出来呢 打了一个 感觉要吃了 就直接拉上来 直接喊了 我才是TOP1 让你知道TOP1的含金量 对 但他冲起来的时候 三个人喝不住他一个人 是的 一个指挥冲在最前面吧 直接一步一参三 我晕了 这个地方 二岛了 真的 也是靠烟续 然后仔细搜一下旁边的盒子 发现大家都是穷鬼 都没有烟 是的 17 又倒了 我还行 还能救 里面巨幅主动出击 要找牛海币的麻烦 他想把牛海币卡死在圈边 这个时候巨幅要冷静 要跟牛海币打拉扯拉 因为牛海币是不载圈的 你可以通过蓝圈的收缩 把牛海币逼过来 不要上头 他跳起来这个位置是看不到的 五圈的蓝圈伤害 救不了了 明明被蓝网电倒 还成周平 我说平年 我平年现在吧 没机会的 还有多少个包啊平年将军 这天路和ifr都得进圈 然后ifr打了天路一个 拖一下天路起步的速度 是的 天路都大白老头 哎这边还在捏了一下 哎呦反应很快打了一个 哇这波已经失厉害了 关门 这波关门很灵性 是的他这个 临死前是扔了一颗雷 然后用枪打了一个 这样的话换了dt两个人 全部这个时候赶紧回来啊 加倍偷了 快冲 知道dt还是最后一个 小宇宙这波是一马当先 选择跟正面打 跟dt打一部1v1吗 并没有等队友 北部天路跟 对天路跟ifr在抢那个 yug的分 这个火已经扔过来了 漫延过来 雪魔被补掉 这波又是G 这个这个就真的是没办法 已经锁定了这个小房子当中了 其实我甚至觉得 YLG的仇恨值都没有这么大了 真的 就是 YLG不过也要去防区 那应该是也去防区了 关键他顺利的进来了 巨幅现在是 自退为难 但是落地的悬量不是很多 非常异力的 收下这两分 已经进决赛圈了很不容易了 可以了 YLG 这个天路和FCR就是 哎 我记得你一个 你记得我一个 哎 这样子 现在这个位置 这缩下来 天路踩上这个坡 哎 被抽倒了 就是巨幅的优势还是在这里 FGR是想看防区吗 他是想看防区的 哇 这个时候检员真的好伤啊 哦 小宇宙 找机会放到了 577直接补掉了 577应该是想去偷人的 那这样的话 还是王国欣 王国欣 哇 裂了 我 我 我其实刚才有想 FGR为什么要放掉自己的位置 然后要选择看南边的分数 而且他还拉了一个人过马路 因为这样的话马路这个人 马路南侧的面积太小了 你知道吧 就马路还得回来 还得回来的话 天路就已经把位置全部占好了 你看他整个枪线不平 我觉得FGR这波是有点风险的 哦 高兴又K了一个 他其实这波也是想利用防区枪线 因为防区枪线其实场面上 他都能复级到 这个设计到 是的 但是防区是因为两队互杠 对 是的 所以说FGR吃就吃在这个亏上面 这把分数拿了也很多 这个还是说高兴高兴 打过什么资本团 686两分喷了 哇 这个感应速度好快 吃个不稳吃四打一打一 嗯 小二说能救吗 意外的话 只有都是巨幅跟FGR同时合力 那不太可能 大家都要进圈 是的 主要是要进圈 如果说都在圈里 我觉得还有还有点概率 但你都要进圈 那没办法了 好 现在就谁争个第二啊 小个点 看对方了 哎呀 这个小妹控太难 用了四倍镜 换个大靠地的还有机会 四打一 那的话可以提前恭喜天罗 G 因为我淘汰 今天艾伦阁没大机 我看出来了 确实 基本上分数都在圈边消耗完了 确实是没有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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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